滑鼠 就是你看喔 現在這邊出現滑鼠 往左上方的話它就是 就是多弓 可是我沒有開城市的話它不會滑出來 往左下方的滑是開始 我隨便點個城市進去 像桌面的話 你看喔我滑到左上方 因為我沒有開其他城市 欸有有有開起來 它就可以換多弓有沒有看到 滑到左上方 如果滑到左下方的話就是以前的開始 STAR SCREEN 它就出到STAR SCREEN 然後 你有沒有看到一隻小手 它在最上面的時候就變小手 你可以按著它不要放 把它拖下來 你如果把它往下拖的話 它就把城市關掉 也是很直覺啊 其實就是跟手是一樣的 我隨便點個APP 然後 如果是HOME SCREEN HOME BUTTON的話 其實滑到最右邊它就會出現 右上方或右下方 STAR SCREEN就會出現 那個 HOME BUTTON就會出現 然後 對對對對對 還有一個可以講就是 像例如你在看圖片的話 像例如我點這個圖片 那我覺得 我覺得 像例如這個圖片很不錯 我喜歡這個圖片 我想要SHARE到我的 我的FACEBOOK或是什麼 這邊有個SHARE BUTTON 就按一下SHARE 你看就可以寄Email SKY DRIVE 然後BOX 然後 whatever 都可以 你就可以這樣選擇 喔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我覺得比較 比較酷的一點喔 我把它蓋起來 再把它打開給你看 就是 他們這個叫 有點類似仿ANJOY的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 那個圖片 它叫九宮格的解鎖 然後 Windows它創立一個新的 他們叫做Picture Password 也就是說你可以自訂你要 的圖片 你可以滑圈圈 XX 或者是直線 然後一定要滿三個 然後這個就是你個人的解鎖 然後圖片都是你可以自訂的 然後非常好用 另外一個的話 另外一個其實 我剛剛說MenuButton 是從上往下 往下滑 其實從下往上滑 也是可以出現MenuButton 然後 因為有些人啊 他習慣了那個 習慣了以前的那個 那個叫做 歡迎的那個叫做 開始介面 那他其實所有程式就是一樣 你在開始的時候 你就像我剛剛一樣 往 從上往下滑 或從下往上 會出現一個所有程式 你點進來就會 就會看好所有程式 你安裝過程式 都可以在這邊顯示 那但是呢 那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在桌面的話 其實在桌面的程式 因為你左下方 沒有開始按鈕了嘛 那其實你可以再搜尋 等一下 再給你看一次 這裡 搜尋 一樣可以直接從裡面 找你要的程式 然後 它其實鬆洗 對的 然後我等一下跟你講 我跟你們講一些功能 其實還蠻有意思的 像是例如啊 例如這個好了 Marketplace Marketplace 其實 其實你點進去之後 發現 它這邊都熱門 你找不到搜尋的地方 其實搜尋的地方 就很 也不算假傲啦 就是它統一的介面 就是搜尋一定要是 從右 往裡面滑的這個 這個功能選單裡面 有一個搜尋 那這個搜尋 不只是可以搜尋市集喔 你看喔 像搜狐視頻啊 什麼什麼 雜七雜八的那種App 它只要可以搜尋的 你可以只針對這個 市集 你也可以只針對 例如PPS 然後它會直接 把這個PPS打開來 然後你要做搜尋 它就可以從這邊搜尋 蠻聰明的啊 又蠻聰明的 然後 基本上來講 我還是覺得 如果是 有觸碰的話 其實是比較好用啦 那如果是 如果是 像是那個 觸控版的話 就比較麻煩 就像例如 你的那個 Home Button 你可以從這樣子 劃進來 然後它就會出現 然後如果你是想要 換程式的話 也是 同理 你看喔 我試著 從這邊換啊 這樣子 滑出來 再覺得換程式 有沒有看到 然後 關程式也是一樣 像例如我想把這個關掉 從這邊 往下滑 欸 等一下喔 欸 它把它關掉 再一次 好吧 這我就沒辦法 這很難試 試給你看很難試 好 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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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基本上來講 其實大致上是這個狀況 然後我看一下喔 呃 如果 關程式的話 應該是直接 只能 只能按著 那個用小手去把它抓起來 按著 往下滑 欸 滑了嗎 好 就這樣 基本上來講就是這樣 然後 因為 在大陸的關係 所以說我 只能用 email方式 upload 我的youtube 所以 呃 所以就是 有問題的話你就 留言 或是 或是 email給我都沒問題 就是其實我 滿好找的 哈哈 好就這樣 拜拜